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 现在推介有两个食疗 第一个食疗 冬瓜二米汤 适用于膀胱湿热型的患者 患者 症健 尿频 尿急 尿液短尺 淋漓不尽 舍红 胎黄 墨滑素 用料包括冬瓜300克 生意米50克 白扁豆15克 煲汤作日常饮用 第二个保健的汤水就是 深其冬瓜瘦肉汤 适用于皮虚型的患者 患者除了尿道症状之外 并伴有食欲不振 食口满腹脏碗 食不滋味 大便比较偏懒 精神不振 小气懒言 舍胆 体半 舍边有刺痕 胎薄白 墨若无力 用料包括黄旗25克 挡心15克 冬瓜300克 瘦肉100克 做法方便 鲜马 黄旗 挡心 用水大概煮20分钟 去渣之后 再加入冬瓜和瘦肉 将冬瓜煮烂之后 再加少量的调味就可以食用 患者日常生活方便 要避免喝酒 减少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以及要经常锻炼身体 防止中辱 保持大便通畅 和心境开朗 前日线增生的患者 如果有问题 不要为疾忌医 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请教你的医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